自身歌手陈明珍和音乐制作人季忠平 2005年坦诚相恋 一度分合后稳定交往 2010年底登记结婚 两人十分渴望能有爱的结晶 经历将近5年的时间四处求子 终于在2014年的11月 成功晋升为新手爸妈 夫妻两选在台北的高级酒店 赤子百万洗开22桌 为爱子举办百日宴 以48岁的高龄在北京产下一对双胞胎 陈明珍遍寻两岸名医 做了至少20次试管婴儿 5年来不断吃药举卵 不减身材因此发胖 还曾出现子宫肌腺瘤 贫血等状况 回向求子辛苦的过程 陈明珍一度红了眼眶 医生看你很辛苦 通常会劝你说放弃吧 因为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听了这句话听了很多 所以我的心情老是起起伏伏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有一个信念 我就是要 由于是一卵双胞胎 陈明珍表示两人非常好分辨 也以周易挂词 元亨力争为儿子命名 有原始亨通之意 取了这名字 我觉得后来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叫他大元 大亨 我说小孩子应该叫小什么小什么 他爸爸说 不要啦小亨 不要一下子小亨 就一下子来个大亨 我说好 大亨 大元 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叫大元宝 一个叫大亨宝 大亨宝 YES威乐训言中心 特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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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